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报告 为什么要选1937年的松户之战这个题目 因为这个题目是刚才主席介绍的我最近在版的新书里的重要的一章 我准备了一个幻灯片 有些内容我的幻灯片上已经讲得很清楚的 我就宣读幻灯片 适当的我离开幻灯片做一点解释 那么回到刚才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我要讲松户之战 在正面战场上 大的会战 是22次 在22次 大的会战里边 那么松户之战 这个是第一个会战 下面还有徐州会战 武汉会战 22次 但是松户之战 是第一次 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 一方规模巨大 作战最烈的一次战争 从开始到急速是三个月 日方动员的兵力是25万人 中方动员的兵力是75万人 是由百万人参加的大的会战 所以我今天把它作为一个典型来解破 第一个问题讲的是 蒋介石决定聚合 就是拒绝跟日本人讲合 应战 回答 应对 日本人的挑战 1931年 日本人 进攻东北的沈阳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叫 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的结果 东山省很快 丢了 成了日本人的天下 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以后 蒋介石长期对日本采取妥协 退让政策 我们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政策 叫不抵抗政策 很长世纪以来 我们都认为 张学良 当时东北的最高军师长官 为什么 采取不抵抗政策呢 说是执行了 蒋介石的命令 那么 张学良 在获得自由以后 极建了 日本的记者 极建了 美国的 历史学家 极建了 台湾的历史学家 他都讲 说不抵抗的命令呢 是我张学良下的 跟蒋介石 没有关系 张学良讲的是 真话 不抵抗的命令 确实是张学良 自己下的 张学良 为什么下这个不抵抗的命令 是因为他觉得 当时中国军队 不是日本人的对手 但是有一条 张学良没有讲错 就是 918思变以后 蒋介石对日本 采取的是一个 妥协退让政策 那么到了1937年 在咱们北平的 当时的北平 郊区 卢沟桥 发生战斗 那么 这就给蒋介石 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战争打到 北平的 交去了 那么到底 怎么办 是抵抗 还是不抵抗 所以我的 换得名声讲 卢沟桥 四边以后 蒋介石 莫不清 日方底细 方针难定 他的日记写 说决心应战 这个时候 到了吗 就是蒋介石 在给自己 提这个问题 当时 中日两国 国力 军力 相差悬殊 我们下棋的 朋友都知道 有一句话呀 叫 棋逢 对手 降与良才 当时的中日两国 日本是一个现代化的 军事强国 中国是一个落后的 军事上的弱国 也就是说 从实力上来说 中国不是日本的对手 在这个情况底下 在国民政府内外 都有一部分人 积极组合 就是主张 跟日本人谈判 或者呢 想办法 推迟 大战的时间 国民政府内部 有一个军事委员会 军事委员会里 有个常务委员 叫徐永昌 他是组合派的代表 他说呀 中日的空军之比 商不足一比三 也就是说 日本的空军 是中国空军的三倍 他说 要跟日本打仗 至少还需要六个月 7月14号 也就是卢沟桥 事变以后的一个礼拜 徐永昌 给当时的军政部长 何英清 写信 说 和平 还需要 努力的 去争取 徐永昌 还给蒋介石写信 说 对日本 如果能够容忍的话 总还要 努力 容忍 那么 徐永昌 是军方的代表啊 是军事委员会的 常务委员 他主张 不能打 还要容忍 在当时的知识阶层里边 有两个代表人物 一个是胡适 一个是蒋梦林 都是当时的 有名的大学教授 他们两个人都主张 要忍痛 求和 还是要 谈判 要讲和 胡适 曾经 两次 当面 见蒋介石 向蒋介石提出 说 外交路线 不可断 就是说 跟日本的外交 这条路线 不能断 也就是说 还要继续 通过外交谈判 来解决 中日两国的纠纷 胡适甚至于 非常荒唐的 向蒋介石提出 放弃东山神 承认满洲国 大家知道啊 九一八 思变以后的第二年 也就是1932年 日本人 在东北 在长春 建立了一个 满洲国 把当年的 清朝皇帝 宣统皇帝 普遗捧出来 当满洲国的皇帝 满洲国成立以后 中国 世界上的 大多数国家 都不承认 但是 胡适说 东山神 怎么不要了 承认 满洲国 是一个国家 胡适想 用这个办法 来解决 中日两国之间的 一切 悬而未决的 问题 换取 东亚 长期和平 至于 胡适 蒋梦林啊 这两个 中国 知识 凤日的代表 都认为 不能跟 日本开战 要讲和 而且为了讲和 为了维持 中日两国之间 五十年的和平 胡适主张啊 把满洲国 放弃 承认 满洲国 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是和 还是战 是 攸关 国家 命运 前头的 打击 蒋介石 不能没有矛盾 七月十号 蒋介石 认为 日军 挑衅 意战 夺取 卢沟桥 蒋介石 在日记说 这个是 存亡的 关头 是中国 是存 还是王的关头 无论如何 不能够 把 卢戈乔丢了 七月十六号 蒋介石 邀集 各界人士 一百五十八个人 在庐山 开了一个 谈话会 讨论 应战 宣言 这个宣 在这个宣言里边 蒋介石 空前 坚决的 声称 如果 战端一开 就是 战打起来了 就是 地 无分 南北 不管是 南方 北方 年 无分 老幼 年龄 不管是 老头 还是小孩 无论何人 都有 守土 抗战 之责任 那么 这个宣言 应该说呀 写得很坚决 但是 这个宣言 写好以后 要不要发表 什么时候发表 参加座谈会的 各界人士 重义 不义 大家的看法不一样 蒋介石 自己 也 犹豫不定 所以 如果说 这个庐山 谈话的 这个措辞啊 空前 竭力 但是 蒋介石 并没有下决心 关闭 和平 解决的 大门 所以 他在同时 又在 谈话的 表示 在和平 根本 绝望 之线 一秒钟 我们 还是 希望 有和平 的 外交 方法 求得 卢沟桥 问题的 解决 所以 尽管 蒋介石 起草了一个 非常坚决 非常 极力的 抗战的宣言 但是 他同时还讲 只要在 和平 根本 绝望之间 一秒钟 我们还是要用 和平的方法 来解决 卢沟桥的 纠纷 死后 随着日本 军事行动的 扩展 蒋介石的 抗战决心 逐渐 坚决 那么 以后 发生了什么样的 军事行动呢 28号 7月28号 咱们 北京 当时的 北平 沦陷了 30号 天津 沦陷了 到这个时候 蒋介石 赶到 如果 再不抗战 必将 招致 全国的 反对 所以 下面的 一段话 是他日记里 讲的 他说 北平 天津 都 沦陷了 人民 收到 的灾难 荼毒 到了这个地步 我想不战 我想不打仗 也不可能 说 如果我不打仗 那么国内 中国的国内 一定要 四分五力 讲 就是说 与其国内 四分五力 他不如 抵抗日本人 不如起来 跟日本人战斗 蒋介石认为 中国方面呢 可以说 完全没有组织 没有准备 中国的 弱点很多 说 中国有那么多弱点 用这种情况来 跟日本人打 危险太大了 但是 日本人 横暴 虚弱 以理 夺子 我从 道理上来 分析 打日本 应该 可以打胜 他说 为民族制 人各 与 振兴 民族制 精神 自由 转为 为安 应乎 得富 之机 所以 讲 意思 想来想去 不能不打 还是要打 还是要打 日本人虚能很强大 虽然很 横暴 但是 日本很虚弱 所以说 中国 民族的人格 民族的精神 来考虑 一定可以 转为为安 应乎 得富 8月7号 蒋介石在南京 召开国防会议 会上 国民政府的军政部长 何应清 报告 准备情形 提出来 准备动员 一百万人 投入作战 在这一百万人里边 河北 山东 河南方面 是六十万人 日和 查哈尔 随远方面 是十五万人 福建 广东方面 是十五万人 江浙方面 是十万人 大家想啊 一百万 动员一百万人 军队参加战斗 河北 河北 山东 河南 就占了六十万 可见 当时中国方面 还没有把上海地区 看成是主战场 何应清 说我们现在啊 跟日本打 还有好多困难 一个是财政开支 会扩大 说当时中国军队的枪械 机械子弹 只能够打六个月 防御公司 没有完成 空军 机械不够 何应清啊 虽然主张 打 而且准备打 但是强调 我们的子弹 不够 我们的枪不够 是吧 我们现有的枪弹 只够六个月 那么 刚才不讲到 胡适 劝蒋介石 为了跟日本人讲和 我们满洲 满洲国可以承认 东山神可以放弃嘛 所以 蒋介石在谈话里面 对胡适这个主张啊 采取讽刺的态度 参谋总长 陈前 甚至于骂 胡适是汉奸 这个会议啊 大家一致决定 积极抗战与备战 通过此次会议 抗战 虽悲 正式确定为国策 这一段台来说明什么 尽管 七月七号 卢高桥 战争 这晚平 战争打起来了 但是 国民政府 决定 要抗战 要备战 时间 是八月七号 一个月之后 那么当时呢 蒋介石 估计 中日战争 将是一场持久战 战争 大概 是一年 这个 蒋介石 估计的太 容易了 虽然是持久战 但是呢 时间是一年 而且蒋介石 估计啊 对外战争 因为打日本 所以呢 要比打内战 要容易一点 这是我讲的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想讲的是 中国军队 力图 先罚制人 上海 处于东海之兵 距当时的 中国首都南京 不够三百公民 1932年 当年 中国跟日本 在上海打过一仗 叫128 松户抗战 那是1932年 这个这一仗 打的结果是 中日两国 签了一个协定 叫松户 停战协定 这个协定 怎么规定的呢 第一 中国在上海 只能够由保安队 维持秩序 什么意思啊 就是上海这个城市 虽然大 虽然是我们中国的城市 但是中国的军队 在上海不能有 中国只能够由保安队 保安队什么意思啊 武警部队啊 警察呀 那么 这个 规定 在上海 只能够由保安队 要武装警察来维持秩序 但是日军呢 可以在上海的公共租界 在吴松江外 札北等地驻兵 建立据典 日本人可以在上海 可以有兵 这个当然是一个 不平等条约 那么 卢沟桥事变发生了 蒋介石为了加强上海的防务 接受了何英卿的推荐 任命张志忠 为京后 警备司令 京是南京 户是上海 那就蒋介石啊 让张志忠将军来当 京后警备司令 但是问题就来了 条约规定 你中国在上海不能有军队啊 所以张志忠呢 将他的部队 将他的正规国防部队 化妆为保安队 岂有此理 让化妆的部队 到了进驻上海的 虹桥机场等处 张志忠 向国民政府提出来 一旦上海情况异常 我们就要争取 利益主动地位 首先发动 我们先打人 先打日本 先动手 先动手就占优先了 就有优势啊 所以蒋介石同意 张志忠的设想 要先打 争取主动 但是什么时候打 蒋介石说 等待命令 在中国军队 准备先动手的时候 日本的海军 积极主张 向华中地区扩张 打卢沟桥 打北平天津的部队 是日本的陆军 日本还有支海军部队 他们主张啊 要向华中地区扩张 日本海军有一个司令 叫常国川青 他向日本的海军报告 说为了制中国与使命 要控制上海 控制南京 把这个作为最重要的事情来做 所以进攻上海南京 要卡住中国的喉咙的 这是海军 8月9号 楼沟桥市边以后 一个月零两天 上海的日本海军 特别陆战队 西部派遣队 队长 叫大山勇夫 这是一个中尉 带来一个士兵 叫栽藤要 杖 开着汽车 冲入 虹桥机场 就是我们今天 如果从北京到上海 那么 其中飞机场 就是虹桥机场 那么 而且开枪射击 中国保安部队 先向我们中国的武警 化妆的武警 开枪 那么中国保安队 中国的武警 当即还即 将大山等两个人打死了 所以日本军队 趁机在上海 击冲兵舰 以陆战队登陆 要求中国方面 撤退保安队 撤除防御公司 刚才我讲了 这个保安队 就是武警 就是武装警察 是由中国军队化妆的 那么现在 如果要把保安队都撤了 那就是上海 就没有中国人的武装了呀 我说保安队 是上海地区 仅有的中国部队 蒋介石认为 撤退保安队 上海将要跟北平一样 被日军占领 决定 拒绝日放要求 同时下令 准备作战 8月11号 蒋介石得到了消息 日本的舰队 已经击冲在上海附近 决定 第一 封锁 无松口 同一天 蒋介石命令张志忠将军 将所属的两个师 一个是87师 一个八十八师 这两个是 从苏州 推进到上海 这个87师 八十八师啊 是德国人训练的中国部队 是当时 国民政府 下手部队里的 两支 精锐部队 当时 住在苏州 那么张志忠 命令这两个 德国人训练的 精锐部队 推进到上海 干嘛呢 准备 扫荡 在 吴松 和上海的日军 拔除其据点 这个时候 日本在上海的海军特别陆战队 总兵数不多 只有五千人 那么国民党中常会秘密决定 自本日起 全国进入 战时状态 何英卿在会上表示 和平已经绝望 如果他稍有动作 这个他日本人 只要日本人动一动 就要打他 否则 等到日本兵力 击中的话 那打起来也很困难 刚才我讲到 何英卿不是讲 我们枪不够 子弹不够 他需要六个月准备吗 现在他表示 和平已经绝望了 所以要趁日本人 兵力还没有集中的时候 先打这五千人 先给他一个下马位 张志东 原来准备 八月十三号 清晨开始攻击 但是蒋介石那个时候 还要等待 英美法义 四国的 驻华的使节 调停 要张志东 要张志东 等候命令 而且避免 小部队的冲突 八月十三日 上午九点十五分 日本陆战队水兵 冲出租界 设计首位 横邦路 东宝新路段的中国部队 那么中国军队 还击 十点半 商务应酬馆附近的中国军队 与日军 发生小冲突 同日黄昏 八字小附近 日军 炮击中国军队 中国军队 以破机炮还击 日军 并以坦克 掩护 步兵 攻击 八十七十阵地 日渐连续炮击 中国 上海市中心 十四 扶晓 张志东 封蒋介石令 伐齐总攻 同日 中国空军出动 轰炸日 第三舰队 旗舰 以及在虹口的海军陆战队本部 松户之战 爆发 意味着中国在华北之外 又开辟了第二战场 名副其实地 进入了全面抗战 很快 松户战场 就成了中国对日作战的主战场 刚才我讲到 这个 尽管 中国 领导人 中国政府 决定 宣发制人 但是从我刚才的叙事里面 你看 还是日本兵 首先 挑衅 首先冲出 诸戒 向中国军队开枪 首先 向中国 开炮 那么 中国军队 当然 还击 这样的话 松户抗战 就爆发了 战争 战争初起 中国方面 以优势兵力 进攻日军 在户各个据点 双方在上海鸿口 杨书夫等地 进行 巷战 中国军队将日军 压迫至黄埔江 走安的 狭隘地区 同时 包围 日海军 陆战队 司令部等据点 应该说 仗打得不错 中国政府 中国军队 有准备 先发制人 所以日本的军队 就 日本的军队 逐渐 被压迫到了 黄埔江的 走安的 一个狭隘地 而且 中国政府 把 日海 日本的海军 陆战队 司令部 包围了 但是问题 也就接着来了 日本人的据点 特别是这个海军陆战队的司令部 是用钢筋水泥建成的 非常牢固 而不是靠机枪 手榴弹可以解决问题的 所以张志忠就向蒋介石报告 说我们最初是想 迂袭吐入 找那个空档 找那个不坚固的地方 我们吐进去 但是呢 因为每一条通道 都是日本军队 用很坚固的 障碍 障碍 堵住了 并且用坦克车 作为活动堡垒 我们中国人 靠机枪 靠手榴弹 靠步枪 去进攻 日本人 用钢筋水泥 建造了好多年的 坚固的公司 当然 很不好打 那么这种 攻坚战 那么中国军队呢 应该 配备 相应的重武器 要大炮啊 要坦克呀 那么张志东就想讲 一条报告 说 本日我炮兵 设计 胜围 进步 命中 破价 破价 打得不错 但是因为目标兼顾 威得 迂袭成果 炮虽然打了 但是效果 没有达到 说例如像对日本司令部一代 各目标 命中胜毒 但是没有烧一弹 不能够毁坏 当时中国军队很可怜呢 一共只有三门榴弹炮 其中一门呢 因为设计极力 那个唐线呢 坏了 另外一门呢 炮堂炸了 一门 不能设计 也就是中国的军队去打日本 打上海的日军 只有三门炮 在三门炮里面 一门因为发炮太多 唐线坏了 一门 自己打了 另一门 他不能设计 这个说明当时中日两国的那个武器啊 中国的军队 武器太差 而且太少 所以这种情况 自然无法 克敌制胜 那么中国军队当时是否完全缺乏攻击武器呢 并不 关键在于军政部长何英青没有想到 蒋介石也没有想到 所以蒋介石自己检讨 说 续战 战斗 开始打了一个星期 不能够用全力消灭 护上敌军 核部长没有将所有的乡战和攻击武器发给部队 等到我想到坦克车的时候 想到平射炮的时候 催促马上用的时候 已经时间已经过去了 敌人的正式陆军 已经在囚江码头跟吴松登陆了 所以蒋介石就骂这个军政部长何英青 说何英青啊 勿势勿国 实在是 勿得不小啊 是非前行 所以这样的话 由于我们没有足够的良好的 攻击武器 所以这个攻击战 没有打赢 本来是可以打赢的 蒋介石对张志动的指挥不满意 8月20号 陈陈向蒋介石提出 说华北的战事啊 这个扩大 已经不可避免了 就是在河北省的战事 已经不可避免了 说日本人如果在华北得势 一定会利用他的快速装备 南下直扑武汉 因为大家如果知道咱们河北这一带啊 地势平坦 没有高山 没有大河 所以说 陈陈讲 如果敌人在华北取胜了 一定会利用他的机械化的部队 向南进攻 一直打武汉 对我不利 所以陈陈提出来 不如扩大 护士 就是说 不如我们在上 把战火烧到上海 来牵制日军 蒋介石对陈陈的这个战略思想 当时没有表示肯定 或者否定 回答说 一定要打 第二天 八月二十二日 蒋介石下令 成立第十五集团军 以陈陈为总司令 守卫上海的优异 长江的江南 从这个措施看来 蒋介石对陈陈的意见 是同意的 就是说 不能够让日军从河北 趁盛南下 去打郑州 打武汉 而要让上海的战事扩大了 让日本人 打上海 把日本人的部队 引到上海来 解华北的 解除华北的危险 蒋介石后来讲了 说我们第一步决定 要打破敌人的 蚕食政策 所以 发动了当时的 上海抗战 吸引敌人的 兵力南下 不容许他 从冲容不迫 从东北而华北 而华中华南 一步步的来侵略我们 所以从这一点看来 当时的中国 政府和军队的领导人 是有意识的 把日本军队的 进攻矛头 从华北 引到上海 大家一定很奇怪 干嘛要这么 引导啊 我们 利用自己的想象 如果日军 北平天津 已经在日本人手中了 他继续打 那就是保定石家庄 保定石家庄 如果被日本人占领了 那就是河南 郑州 会成为日本的进攻对象 郑州 如果失守的话 有个什么问题呢 苏联的援助 就拿不到了 因为当时世界上 英国 美国 都是 看着中国在打 并不肯 帮助中国 在那个时候 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 愿意帮中国 谁 苏联 苏联为什么要 他肯帮中国呀 因为苏联当初 担心 日本人会去进攻 西伯利亚 当时的危险是 一方面 德国人 要从欧洲 进攻苏联 那么如果日本人 再从西伯利亚 进攻苏联 那么苏联就 两边收敌啊 西边要对付德国 都没有对付日本 这个斯大林受不了 所以斯大林很聪明 希望中国抗日 中国抗日 那么日本的军队怎么样呢 就只能够陷在中国 所以说 当时 苏联出于自己的利益 他援助中国 援助什么 飞机 大炮 飞行员 军事顾问 那么苏联的援助 军事援助 通过哪一条道路啊 新疆啊 从新疆到了南州 然后 通过龙海路 通过西安 经过郑州 运到徐州 中国政府就可以拿到手啊 所以说 如果日军 拿下了郑州 龙海线 交通就要断绝 苏联人的 原划的军事物资 中国就拿不到 所以 所以 不能够让日本人 拿下郑州 另外 如果日本人拿下郑州之后 他进一步往南 会拿下什么地方 会拿下武汉 这就麻烦了 中国就分成两半 华东地区和 华西地区 和四川 和西南 西北 这个联系啊 就断绝了 所以说 中国政府决定 让日本人的进攻锋芒 从向游南 游北向南进攻 那样的话 会把中国 辟成两半 改成 游东向西 游上海 然后进攻武汉 日本 陆海空军协同 中国 反登陆战势力 日军 在上海的兵力有限 要持续进攻 必须通过 海上的 远距离运输 将军队 源源不断地 送到中国战场 中国海军的军力 本级有限 舰艇 在战争开始时 或者被炸成 或者封令 制成长江 封守航道 已经没有和日舰 进行海上作战的能力 空军能作战的飞机 不过一百八十余架 不足以从空中遏制 日本运兵舰艇的航行 中国军队所能进行的 只有反登陆 在海岸 及相当相关的 众生据点 布置军队 走恶日军 但是中国方面 又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守卫 江安 海岸的兵力 都很薄弱 那就是说 日本在上海的兵不多 仗要打下去 日本要从海上 运兵 所以下一个战斗 就是反登陆战 8月22号 日本上海派行军司令 松井石根 率第三第十一师团 到达上海东南的马鞍群岛 23日 日军第十一师团 在三十余兽军舰 密集炮火的掩护下 在长江南岸 川沙口 抢行登陆 占领川沙镇 第三师团 在吴松铁路 码头登陆 进攻上海北部的 吴松宝山等地 据中国方面 第九集团军司令部 作战科长史硕回忆 在23日复晓以前 日空军开始猛力轰炸 使我援军不能够接近 日海军也以猛力炮火 支援日军登陆 我沿长江岸守备的第五十六师 和沿黄埔江口守备的 上海市保安总团 兵力薄弱 日陆军登陆成功 如果我们有强大的海军 有强大的空军 我们可以阻止 日军登陆 可是我们没有 那么日军登陆后 中国方面 力图阻止 敌人 向众生发展 张志冬 总司令 在敌机的猛炸下 骑自行车赶赴前线 可怜了 一个总司令 只能够骑自行车 上前线去指挥战斗 张志冬 一面任命 王敬九将军 为松户前敌指挥官 指挥部队 固守原政地 一面抽调 第十一师 彭山寨部 第九十八师 虾处东部北上 拒止登陆至敌 就是日军要登陆 我们阻挡他 双方在楼殿等地 集战 中国军队 向日军 发动 数字猛攻 虽有进展 但军为奏效 我们的枪 我们的炮 我们的武器不行 九一五号 日军以优势兵力 及战车 炮舰 飞机 联合进攻 中国第十八军 第九十八师 姚子清营 这个营长姓姚 叫姚子清 奋力抗战 即战至第二日 全营官兵 壮力牺牲 就是这个 姚子清这个营啊 为了守卫 为了守卫 宝山 姚子清牺牲了 她的整个的营 所有的战士 都牺牲 所以前下年我就提议 我说这个姚子清营啊 应该 应该 追认他是 抗日的 陷阱的集体 英雄集体 运藻邦 运藻邦 是一条河沟 沿河之战 双方死亡 敌人死了很多 中国士兵 也死了很多 当水皆次 那个水都是红的 所谓 流血成河 险细 实在景况 据层层报告 该部 自8月20日 参战 到9月7号 仅仅是第11 第14 第67 第98 第56 五个师 伤亡官兵 是九千零 三十九名 第六师 在吴松打了一仗 伤亡过半 大部分 受敌飞机 大炮轰炸 神枪并毁 他的三十六团 第二年 所谓的是火药库 死手不退 整个全人的战士 都被 轰埋 土中 由于江岸地形 有利于日本 陆海空军 协同作战 就是说在长江的旁边 打仗的话 日本有陆军 有海军 有空军 便于 共同作战 所以日军 又圆圆 增援 中国军队 为了减少损失 只能够走东 退守 还是这位史书 将军回忆 说日军 在长江沿岸 接黄埔江沿岸 继续登陆 与我军 一个点 一个点的 争夺 往往日军 白昼 战区 夜间 我又 我又 夺回 在日军舰 炮火下 伤亡 惨重 往往 一个部队 不到几天 就伤亡 殆尽的 欢下来了 我亲眼看见 教导总队 那个团 整整齐齐的 上去 下来 下来的时候 只剩下 几副 火石 弹子 就是供应 这个 火石的 这个 炊事员 九月十号 第十五军 集团军 优异 阵地被突破 十一日 第九集团军 封鸣向北战 江湾等地 转移 那么 所以 反登陆战 势力 日军 后续部队 远远增加 九月十一日 自青岛 调来的日军 叫天谷支队 进入 约浦镇 十二日 由华北方便军 转调的 后背步兵 十个大队 陆续 抵达 上海战场 十四号 从台湾调来的 仲藤支队 登陆 一个月的时间 日军 动用了 五个半师团 总兵力十万 重炮三百枚 占出二百两 飞机三百架 大小船舰 七十余艘 所以 日军 是海落空 协作 中国军队的 促进 越来越困难了 下面我讲一个新的问题 为配合外交斗争 蒋介石 决定 坚守上海 这个日本军队 要登陆 我们没有挡住 那么日军啊 远远不断地开来 那么 所以中国军队 只能够进入 顽强的守卫战 作为 松湖战场的 最高统帅 蒋介石 最先赶到了 中国军队的 不利态势 8月28号 罗电 实现 蒋介石 在日记里说 今天的战局啊 已经 静转 烈势 人心 动摇了 31号 吴松 释手 蒋介石 再次在日记东 表示 我军 转入 被动地位了 在这个形势 底下 蒋介石 不能够 重新思考 仗 要怎么样 打下去 尽管 上海战场 形势 不利 蒋介石 决定 全力 贯注一点 在上海 长期 托住日军 那么当时 白崇喜是 副参谋总长 另外还有一个 作战组长 叫刘斐 刘斐后来 成了我们 中国方面的 政协委员 他是 据我所知 这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 白崇喜和刘斐 都向蒋提出来 说 松户 徽战 应该 失可而止 部队 应该 马上 向 吴福县 从苏州开始的 一条国防公司 转移 也就是说 中国军力要后退 不能够这样继续打下去 蒋介石一度接受这个意见 下令执行 但是第二天又决定 收回命令继续在上海 保卫上海 继续打下去 为什么白崇喜主张退 刘斐也主张退 蒋介石也接受了 但是第二天就变了 还是要 在保卫上海 什么道理呢 这个时期 蒋介石 从全国各地 抽调的部队 正陆续 到达上 松户战场 应该说 蒋介石 为了守上海 你吃奶的力量 都拿出来了 蒋介石 仍然决定 长期坚守上海 他的日记 日记讲 各部死伤大半 已经觉得 尖脾力尽 但是如果我不支撑到底 怎么能够 设服日本人 完成使命呢 十六 十七两天 日军发动总攻击 中方阵地 动摇 前线指挥官 向蒋 要求撤退 蒋 严令死守 而且亲自 到前线 到昆山 去 读诗 就是 勉力 要坚守 要坚守 蒋介石 当时决定了 四项 抗敌策略 第一 引导 日本人 把南方战场 作为主战场 第二 激起一点 打击日本人的一点 第三 十九 第四 有三系 出击 因为日本人在 北平站了 天津也站了 这个保定 石家庄也丢了 所以蒋介石 要求 盐锡山 从三系 从旁边 从侧腰 来打日军 十月八号 蒋介石 决定 调 骁勇 山战的 贵军 李中仁 白中西的 白同西的 广西部队 来加入 上海战场 那么 十月十五号 蒋介石 在日记写 说 相持半年 等到明年三月 说 日本这个国家呢 如果不产生 内乱的话 也必定 有外患 说 我要忍难 所以 十七号 蒋介石 再到 苏州 读诗 次日 中国在 上海战场 罚动 总反攻 也就是说 在 中国部队 已经打败的 情况底下 上海 守不住的 情况底下 蒋介石 还要到 苏州去 建筑部队 命令部队 要发动 总反攻 而且蒋介石 把希望寄托在 广西的部队 马上就到了 蒋介石 交通线 这是我讲的 要维持 龙海铁路 这一条 保证 苏联的 军事物资 可以 远远不断的 经过 陕西 经过 河南 能够运到 中国来 同时 也是为了 配合 外交 斗争 争取 对 即将召开的 九个公约会议 有交好的影响 我稍微解释几句 这个九个公约 是 1922年 2月 由九个国家 签订的 这个九个公约的 最主要的内容 是尊重 中国的主权和独立 尊重中国的 领土与行政的完整 卢格桥事变以后 那么蒋介石和中国政府 就向当时的联合国 当时不叫联合国 叫国联 控诉 日本侵华 要求 国联 谴责 日本是侵略者 国联呢 也没有力量 不敢得罪日本 国联就把这个事情啊 交给这个 九个公约的千字国来讨论 说这个 日本 侵略中国 这个问题 交给九个国家来讨论 所以 在十月十六号 比利时 向有关的 十九个国家 发出邀请 出定 同月三十号 在布鲁塞尔 比利时的首都召开 蒋介石 希望通过这次会议 使各国怒敌 就是让世界各国都愤怒的 指责日本 各国怒敌 让国际上 孤立日本 而且让国际上对日本采取经济制裁 什么叫经济制裁呀 大家知道 日本这个国家呀 虽然是强国 可是资源上 很 是一个 穷国 日本没有钢铁 没有煤油 没有石油 没有铜 没有铅 各种战略物质都没有 日本人靠什么 打仗 没有钢铁 他造不了汽车 造不了飞机 造不了坦克 没有石油 他飞机上不了天 汽车开不动 那么日本人为什么 能够侵华 能够打中国 钢铁从哪来 石油从哪来 美国人卖给他 这个资本家呀 美国的大资本家 为了赚钱呢 所以说 讲解是希望 世界各国 对日本人 采取经济制裁 钢铁我不卖 石油我不卖 铜 铅 锡 这些战略物质 我都不卖 而且 蒋介石 希望 让 英国 美国 允许 苏联参战 蒋介石 当时 他不信 觉得 要希望 英国 美国 参加 中国战争 没有可能 英国 就怕 惹日本生气 向日本妥协 美国呢 标榜我们美国 中立主义 我们美国人 只管美洲的事情 不管美洲 以外的事情 当时世界上 只有苏联 打印 跟中国政府 保证 说 一到了中国 生死关头 我们苏联 红军 会出兵 那这个是 苏联最高领导人 派的胸脯 保证 你们放心 我们不会 见死不救 到了 关键时刻 我们 红军 会出动 所以 蒋介石 希望 在九国 公月 开会之前 能够上海 战场 能够有 比较好的 成绩 至少 要把上海 守住 所以 唐生智将军 有个回忆 蒋介石 曾经 向他表示 说 上海 这一仗 要打给 外国人 看看 看我 我中国 第一 我在抵抗 第二 我能抵抗 第三 我打得不错 他就是 蒋介石 为什么 坚守上海 就是要 打给 外国人 看 要让 外国人 允许 苏联 参加 战斗 共同 抵抗 日本 所以 蒋介石 在 电报 里 就给 中国的军队 打电报 说明 九九个公业会议 即将举行 全体 将士 游荡 特别努力 加倍 奋力 于此时 时机 表示我 精神力量 以增加 国际地位 与友邦 同情 为此 蒋介石 向 全国各地 普遍 调兵 那蒋介石 给 云南省主席 龙云 打电报 说你 云南部队啊 你什么时候 才能来啊 龙云 你应该命令 你的部队 要 奸臣 极尽 汪 能与 九个 公业 会议之初 道户 参战 刚才我讲了 蒋介石 既希望于贵军 既希望于李中仁 白中喜的广西部队 现在又既希望于 云南的农员的部队 叫滇军 所以你这个滇军到哪儿呢 赶快来啊 希望你在比利时开会之前 到上海 来参加战斗 日本政府 采取 对应措施 蒋介石 调兵 从云南 从广西 调兵 日本人也从 华北 东北 和日本本国之内 向上海战场 征兵 这个时候 上海战场的日军兵力 已经超过了华北 达到九个师团 二十万人以上 十七号 日本陆军省 就是陆军部 限令上海作战部队 在九个公约 签字国 会前 要攻克上海的 达北 南乡 家庭这一段 所以蒋介石 寄希望于 这个九国会议 希望九国会议来 对日本 采取制裁措施 希望九国会议 允许苏联 参加中国战斗 那么日本人 也抢在 九国会议之前 要把 上海的几个 重点地区 要拿下来 双方 既然在 国际政治舞台上 较量 战场上的 拼杀 自然更加 竭力 十月二十一号 广西的贵军 来了 广西的 增援部队 第二十集一 集团军 廖雷 到了上海了 向运藏邦 沿河之谍 发起 权限 反攻 而广西的军队 在李中仲人 白重洗的训练下面 作战 勇敢 但是 武器 落后 缺乏 现代化 跟日 跟现代化武装的 日军作战的经验 也不行 所以 蒋介石 在日写 说上海的局势 因为贵军 挫败 贵军 也不灵 顿行 动摇 所以我本来 蛮以为 贵军 加入战线 可以打得 长久一点 没有想到 这个是 失败的原因 所以 贵军 因伤亡过大 撤至 金户铁路 以南地区 整理 其他部队 也伤亡 惨重 第三十三四 打到官兵 只剩下 十分之一 失掌 负伤 旅掌失重 就是说 这个贵军 虽然会打仗 会勇敢 打得很勇敢 但是 武器不如人 二十五日 中央军 第七十八军 第十八市 朱耀华的部队 房地 被日军突破 朱军 放弃 威于上海 西北的 战略要地 大长 自此 蒋介石 才觉得 护战 不能不变换阵地 决定 命中国军队 做有先度的撤退 转移到 苏州河南岸 这个在座的朋友们 都到过上海吧 知道上海 有条苏州河 那么 蒋介石 去的这个账啊 要换一个打法 要撤 所以命令中国部队 撤过 苏州河 都撤到 苏州河的南边去 但是蒋介石 为了给人 一个印象 中国的军队 还守在上海 所以命令 其中的一个部队 说 大家都可以撤 你这个部队 不能撤 你一定还要守住 苏州河的北岸 这个是哪一支部队呢 就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 谢金元的部队 命令这个团 四百个战士 说你一定要守住 苏州河北边的四行仓库 作为我们中国军队 没有权策 我们还坚守 上海 苏州河的 北岸 所以这个团 就是我们大家 所熟悉的 大北壮士 实际上只有四百个人 也就是前一段时期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政部表扬的 抗战的 英雄集体 那么这个团 四百人 守住了 四行仓库 最后 退入 上海公共住届 蒋介石认识到 中国的对日战略 只能是持久战 消耗战 但是他提出的战略原则 却是防守战 八月十八日 他发表 告抗战将士第二书 主张 敌攻 我守 待其 气衰 立即 我击 趁胜出击 要固守 阵地 坚韧不退 以身沟 高雷 后臂 粉碎 敌人的进攻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防守战 这个叫阵地战 九月十三号 蒋介石 亲手起草 告各战去全军将士文 再次强调固守 虽至最后的一兵一弹 依必在阵中抗战到底 十月二十八日 他在松江召开军师会议 仍然表示 要严密 众胜配备 抢雇 阵地 公司 要不怕阵地毁灭 不怕牺牲一切 说 我们以一致 互战的最后一线 大家应该抱定牺牲的决心 敌死固守 是与上海共存亡 所以讲就是 一方面讲 要持久战 一方面讲 要消耗敌人的力量 现在这个打法 死守不退 那是消耗自己啊 所以我的评论是 要杀敌魏国 自然需要强调牺牲精神 但是敌人拥有海空优势 配备重武器 呆板的防守战 防守战 必然会带来巨大的伤亡 最终也难以防守阵地 当时日方有各种飞机 一千五百架 而中国仅有的战斗机 轰炸机才三百架 8月24号 张志忠 智蒋介石 何英卿的灭电讲 说连日敌机 甚未活跃 全日在各处轰炸 毫无间断 我军日间 几乎没有活动于余地 威胁盛大 白冲席也表示 没有制空权 仗没有办法打 我官兵 因为白天 因为飞机不能动 到了夜晚 因为探照灯 也不能动 说长期抵抗 需另有打算 要另外想办法 不能这么打法 松户之战 中国军队 失气旺盛 英勇抗敌 但是 蒋介石 单纯防御 将几十万精锐 密集于长江南岸 在仅有八百六十平方公里的 狭长地区里 层层设防 应打死兵 大量消耗 中国军队的 有声力量 是很愚蠢的作战方法 后来 蒋介石回顾松户战役 就曾经自我检讨 认为 认为自己没有在九国公约会议之前 及早退兵于吴富县 炸家县 这两个都是国防县 是德国人帮着修的国防公司 而与金匹力尽 反战 增兵坚持 尽死 一败头地 不可收拾 蒋介石检讨 说这个是我呀 太坚强的 错误 下面是我的评论 我说坚强是好事 但是不顾条件 坚强太过 没有任何灵活性 就是直溜了 那么蒋介石 这个呆坂的作战办法 和我们八路径新师军的运动战 这个地雷战 地道战 游击战 这个差多了 那么 蒋介石的大事物 在敌强我弱的情风底下 打这种呆坂的争地战 本来就是错误的 但是蒋介石最大的错误 是护士杭州万的防务 日军最初定的计划是 在上海西北的白毛口和西南的杭州湾登陆 占有上海南京杭州的三角地带 为此 日军早就对杭州湾实施过收集过当时的当地的地质资料 下面是展示给大家的一幅地图 大家看这边地图 大家看这边地图是崇明岛 右上是长江 长江里面有五个军舰的图形 这是一个 这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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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五个军舰的图形 是代表着日军 从海上 向上海进攻 这个是长江口 大家看 右下角 右下角 也是两个军舰的图形 再往这边看 有几个箭头 有四个箭头 四个箭头指向的是金山 当年叫金山卫 这就是说 日本人 他的计划 一方面是通过海上 通过长江口 来进攻上海 另外一个 一条进攻的路线 就是通过杭州湾 杭州湾 从海上 进攻金山 就是我前面讲的 日军 最初制定的计划是 在上海西北的 白毛口 和西南的杭州湾登陆 有两个登陆的地点 那么现在呢 8月20日 蒋介石得报 金山卫 有日本水兵登陆侦察 指令 指令 严防 10月18日 军事委员会第一步 作战组情报 日军有杭州湾登陆的企图 但是 估计登陆的部队 最多一个事 不会对上海战局 有什么影响 倒是 另外一个将军 张华奎 由警觉 亲自到当地巡查 并且 配备了兵力 以63师 担任 乍土 干部 防务 以62师 担任 全宫顶 金山嘴 防务 12 这个本来很好 也就是刚才 大家看到的 金山的附近 这个地区 是有中国军队把守的 但是呢 10月26号 中央军 中国的军队 撤到苏州和南安后 由于浦东的防务很紧张 张发奎就将其中 守卫金山的这个62师 从金山调到浦东 金山仅剩下少数的兵员 实力空虚 就是张发奎 把守卫金山的部队调走了 调到浦东去了 10月5日 日军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住 以三个半师团的兵力 在剑炮掩护下 于杭州湾北部的金山尉登陆 中国军队因为兵力悬殊 无法阻挡 中国军统帅部机令 调浦东62师的主力 回兵 辉同新道封京的第79师 合力反击 并且命令从河南调来 刚刚到清浦的第67军 向松江推进 蒋介石希望借此稳住阵地 而他在日记里说 如果我军能站稳现有阵地 三天以后当无危险意 但是由于天雨离临 加上日记轰炸 中国部队行动迟缓 此缓日军后续部队远远登陆 第67军从河南调来 伤威集中 既遭敌 各个击破 八日松江市县 这样 退守苏州河南安的中国军队 测备收敌 有被围歼的威胁 现在我们再回来看刚才的这个图 中国军队在上海周围抵抗 从长江登陆的日军 现在日军避开了上海 从金山 从杭州湾登陆 这样就形成个什么问题呢 也就是从背后 把上海包围了 如果中国军队不退的话 那么中国军队就有被包围 被敌人全部揭秘的威胁 日军在金山卫登陆 上海战场 中国军队的测备 受到严重威胁 有可能陷入包围 退却无路 全军覆没 有见于此 白重喜再次向蒋介石提议 中国军队向吴富县后撤 就是向苏州后撤 11月7号 周少良何云青也提出 已到了不能不后撤之时 蒋介石权衡利害 这才认识到 保存有声力量的重要 他的日记说 保持战斗力持久抗战 与消失战斗力 维持一时体面相交 当以前者为重业 这一套路是后退 保持战斗力 一个呢 是为了面子 坚持打下去 结果把战斗力消耗了 所以比较起来 保全战斗力 以利再战嘛 所以蒋介石下令中国军队 自苏州和南岸撤退 但是他仍然担心此举 会对九国公约会议 造成不良影响 痛苦地写到 苏州和南岸 因为兵力拥近 不能不令撤退 但并非为金山卫登陆之敌手牵动啊 说 因为这个战略关系退 那么 史迪知道我 不是力竞而退 不敢穷罪再攻 对将来的战局 还是有利的 但是 我这后退啊 对九国公约会议制影响 一定会很大 也就是蒋介石还担心这个撤退啊 影响 九九国公约会议 所以我说 忽视杭州湾北岸防务 是重大的战略错误 后来蒋介石总结说 由大长撤退至苏州和南岸以后 把朱少梁换掉 让张发奎当指挥官 使得金山卫 诈谱一代 负责无人 而且 不注重 策备的重要 只注意 浦东的兵力不足 调金山大部 以防浦东 来使得敌军 趁续直路 此于战略最大的失败 就是说 这个没有注意这个杭州湾 没有注意薄筑金山卫 让日军从后背 登陆 一个优秀的军事家 必须既善于主的进攻 又善于组织撤退 蒋介石下令 在苏州和南岸撤退以后 中国的军队 争相夺路 持续混乱 作战能力 丧事殆尽 郭鲁贵 当年也是国民党的将军 后来也成了我们中共的地下党员 他说 松户战域 我始终在第一线 升职三个月 应顶应拼 伤亡虽大 失气并不低落 战斗纪律良好 只要撤下来 稍事整理补充 几口再战 唯有大溃退 数日之间精锐 丧尽 军细荡然 如在敌宫大厂时 就有计划的撤退 必不知数十万大军 一窥千里 那就是说 这个 当时的蒋介石 不懂得 怎么正确的组织撤退 一撤 大家抢路 大家抢招要 逃命 于是 这个军队就不成其为军队 那么 十一月十一号 中国军队撤去上海南市 上海市长 发表告诗明书 沉痛宣告 上海沦险 这个 日军进攻上海 前后 增兵 我打出一个增加的 三次兵 原性啊 淤记 两个师团就可以解决上海的问题 最后 日本派了十个师团 动用了日本全国兵力的 百分之四十二 也就是说 日本人几乎把日本的兵力的一半 都 调到上海来了 我讲最后一个问题 松户之战的总结 雪战三月 上海这一仗打了三个月 沉重的打击了日本侵略军 粉碎了日军 速战速决 在三个月内 灭亡中国的迷梦 在开战之前呢 这个日本天皇啊 曾经问他一个大将 说你估计啊 要打下中国了 需要多长时间 这个大将表示啊 说天皇陛下 有一个月到两个月就够了 另外一个大将讲啊 说三个月就够了 所以原来日本人估计啊 三个月可以灭亡 灭亡中国 但是呢 仅仅在上海这一个地方 就打了三个月 从1937年8月13 打到1937年 11月12 整整打了三个月 在松户战场上 据日方统计 日本侵略军 战死9,115人 负伤31,257人 远远超过 91817的1200人 就是1931年 这个日军进攻沈阳 拿下了东北三省 一共死了多少人 死了1200人 但是仅仅在上海一个地方 被打死的是9,115人 负伤的三万多人 我请大家特别注意 我在公布这个统计数字的时候 前面有几个字 叫什么 据日方统计 我为什么加这几个字啊 这个战争里面 要打死多少敌人 这个是很难统计的 我打个比方 我在这儿开枪 敌军在那边 在墙那边 好了 我这一枪打过去了 我这一枪是打中了没有 我是 把他打死了呢 还是打伤了呢 你们说我能知道吗 两军交战 两军相聚 少也有一百米 二百米 多的话就是几百米 三千米 那么我方怎么能知道 对方死了多少人 负伤多少人 怎么能知道 所以说 这个战争里的统计数字 是很困难 只能靠估计 那么靠估计啊 对不起啊 这里就有水分了 有的为了报公 我打死一个人 我就说我打死十个 我把对方打伤了 我就说他打死了 这个是没办法核实的 所以当年国民党的行政院的院长宋志文 他就说呀 他就打电报说 说你别看我们啊 讲台尔庄大战 讲这个 万家林战斗 昆仑翁战斗 我们打死 打伤多少日军 宋志文讲啊 那里边都有吹牛的成分 你想啊 要说我是台尔庄的指挥官 我能够 第一 我不可能统计出 我打死多少日军 打伤多少日军 我不可能知道啊 不可能知道 就是估计 估计是不可能很准确的 对吧 另外 我是往多里报 还是往少里报啊 我肯定要往多里报啊 因为我多报就是我有战功很大呀 所以说 我研究抗战士 在死 打死 打伤这个问题上面 我 首先要用 日方的资料 日方也可能有 虚报的成分 这个虚报 我打 我死了 一百个战士 我会说 我死了一百二十个吗 不会啊 我只会往少里报啊 对吧 我明明 一百个日军被打死了 我只会讲 我死了八十个 我不会 报二百个吧 所以说 在研究 抗战期间 打死 打伤 日军的数字 要参考 日方的统计 所以 上海战役 所以我特别说明 据日方统计 日本侵略军 战死 九千一百一十五人 这是很准确的 到各位说 负伤 三千一百二百五十七人 所以 松户抗战的结果 是 沉重的 打击了日军 第二 表现了中国军队 英勇坚异 不怕牺牲的 爱国精神 这一方面我前面已经讲了好多例子 不再重复 我想做一个对比 跟苏联军队 跟英国的军队 跟美国的军队 比一比 我们先跟苏联军队比 以俄罗斯战场论 德国人跟苏联打起来以后 德军开战两个星期 长驱五百公里 半年之内 苏军二百八十万人 当了德国人的俘虏 这是苏联 红军啊 我们再拿 亚洲战场论 日本军队进攻香港 当时 守卫香港的英军 只守了十七天 全部投降 日本人进攻新加坡 只打了七天 英国 澳大利亚 印度 三国的联军 十万 全部投降 日本人进攻菲律宾 菲律宾当时是美国的殖民地 达到时间稍微长一点 五个月 美军总指挥 温莱特将军 司令官 带头投降 十万个 美国跟菲律宾的联军 成了日本人的俘虏 苏联红军 优秀的队伍 英国是强国 美国是强国 但是你们看 在日军的进攻面前 就是这个状况 当时日军进攻 香港 进攻东南亚的部队 只有四十二万人 但是 英国的军队 美国的军队 都败得一塌糊涂 所以我要求大家想一想 在日本军队进攻上海 调动了全国一半的军队 在进攻上海的时候 中国的军队 能够在上海 守三个月 而且 消灭了 打死打伤了 四万多日军 应该说 这个是了不起的 成绩 应该说 当时 中国的部队 要比苏联的军队 比 英国的军队 美国的军队 我觉得表现要强 另外 松户自战 改变了 中国不能战的观念 我在一开始讲到 卢沟桥 事变的时候 胡适 是反对 跟日本人打仗的 为了保持 中日和平 胡适居然 给蒋介的写信 要把满洲国 要承认满洲国 要把东山城放弃了 为什么 因为在胡适看来 中国不是日本的对手 但是松户战 抗战打起来以后 胡适就变了 他讲什么呢 他 原来他们有个俱乐部 汪精卫 高中武 陶西胜 这个 他们有一个 叫低调俱乐部 什么叫低调俱乐部啊 那些主张抗战 主张坚决抵抗日本的人 他们叫 叫高调俱乐部 所以我们呢 我们不主张跟日本打仗 所以我们叫低调俱乐部 松户战打起来以后 胡适 离开南京 南京 他对他的 低调俱乐部的成员讲 首先 劝汪精卫 说 不要太悲观 你也不要太心急 劝高 低调俱乐部的另外一个成员 叫高中武 说 我们要承认 这一个月的打仗 证明了我们当日 威名过虑 这一个月的作战 至少对外表示 我们能打 对内表示 我们肯打 这是大收获 他又劝 陶细胜说 说仗 是打一个时期 好 不要再主张 讲和了 支持胡适 态度全变 逐渐 抛弃和平的梦想 不久以后 胡适 结束蒋介石的决定 以 非官方的身份 到美国去 当大使 争取 国际资源 中国抗战 出任 驻美大使 投入 中国的 抗战外交 从 胡适 原来想 放弃 东山神 承认 满洲国 到现在 讲 不要讲和了 那不必再主合一 要抛弃和平的梦想 到他 到美国去 争取美国的援助 这个转变 为什么 就是 由于 松乎抗战 改变了 中国 不能战的观念 胡适就跟 别人讲 说苏联 当年 十月革命以后 苏联 三四 三年多的 苦战 是可以 做我们 今天的榜样 我们 如果要 作战 必须 下最大的决心 是三年 或四年的 绝大的痛苦 所以可见 松乎抗战 虽然我们 还是 失败了 但是 改变了 中国 不能战的 观念 让胡适这样一些 原来低调 俱乐部的成员 成了高调 俱乐部的成员 投入了抗战 松乎抗战 打了三个月 还有另外一个 收获 就是什么呢 为工厂 金融 文化 教育 机构的 吸签 赢得了时间 上海市 是中国的公益中心 有大量的工厂 上海大量的 中国的金融中心 有大量的银行 上海还有大量的文化 教育机构 例如 交通大学 不断大学 这样是人才肥养的基础 工厂 金融 文化 教育机构 后来都搬到 重庆 搬到 中国的 西南地区了 为什么 这些机构 能够搬到 重庆 搬到西南 靠的是 收获 抗战 打了三个月 使得 工厂 金融 文化 教育机构 可以搬迁 据统计 当时在上海 关系到全国 轻重工艺的 460余家工厂 都搬到四川去了 这些工厂 成了 我们坚持 抗战的 重要的 工艺基地 成了我们 坚持 8年抗战 资源所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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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